所以講到雙標 或是講到這個我們現在 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都在討論 我本人是沒有玩 可是很多人 因為這個 電子遊戲也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同時也會帶動各種產業鏈的發展 包括我們最近提的黑神話悟空 的Steam 同時線上 Steam是一個遊戲平台 同時線上的玩家 破3700萬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大家同時都在這個線上打電動 那它的銷售量也不斷的在往上加 現在突破了1400萬套 成為全球最熱銷的遊戲 應該是這麼說 整個輸出 它整個3A的技術 已經讓玩家覺得說它是OK的 有一個證據大家來看看 我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這是來自於一個政治學者 王宏恩的貼文 他說最近Steam的全球流量圖可以看得到 在北韓出現一個光點 北韓有人在玩 大家如果可以放大看一下在這裡 這邊是黑暗的一片 可是有一個光點 大家說你可以想一想 大家猜猜看 北韓有一個玩家在玩 他會是誰呢 可能大家的答案都會指向是金正恩 所以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商機 現在在全球也展開了 包括我們的周杰倫 對不起我們的周星馳 他也在他的IG的線動上面 貼出了大話稀有的海報 因為他年底也有一個抖音的微電影 所以他剛好搭上這一波的熱潮 通常都是這樣子 你話題的流量要加上去 可能才會帶動你自己的 想要說的事情 包括雷軍他是小米的CEO 他就PO出了他的收藏版 那網友就敲碗說 由小米來做一個聯名產品吧 做一個跨手機的品牌 大家都想要搭上這一波熱潮 而南韓過去他的電動的產業 他是很厲害 他No.1 開發很多很厲害的遊戲 那他看到黑神話 現在變成爆紅了 是不是也開始眼紅了呢 他們自己的媒體其實有做一些文章 專門在探討的說 我們可能要記取教訓 我們可能要迎頭趕上 不要讓別人超越我們 像是策略還有商業的模式 他們也為自己的國內 韓國自己國內的一個電玩的產業 也把了一次賣 那另外我們看到包括 包括這個也有這些南韓的人 南韓的一些網友就說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黑悟空 是抄襲BTS上面的歌 超越他們的歌曲的旋律 各種各式各樣的說法都出來了 包括我們看到了 也有一些西方媒體在這個闡述 在評論說 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 中國遊戲的一個發布 一支擬人化的猴子 還有一場反對女權主義宣傳的運動 點燃了電玩界 因為它承載了很多包括文化的 包括女權的 包括性別的 包括人權的 還有很多政治上面的東西 都在裡面了 所以有很多玩家說 你們不要把這些政治正確的東西塞進電玩遊戲 電玩就是電玩 它好玩就是好玩 不好玩就是不好玩 而另外我們看到 Steam的平台 一個晚上遭到了28萬次的網攻 有很多的駭客攻進去 那現在其實都還在持續當中 所以中國的網路安全研究團隊就說 暴漲了 攻擊暴漲了 這個2萬多倍 這是從業以來極其少見的 到底誰在攻擊呢 這些駭客 他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老師 我覺得對於中國大陸第一支 這麼一個團隊 他原來十幾個人 17個人 然後發展到100多人而已 而且這麼小的一個團隊 花了4億人民幣 用了4年的時間 投入一個3A的電競的 就是遊戲的一個競賽這個領域中 然後這一支問世這麼的受歡迎 這麼的成功 我們可以預估它會帶動 中國大陸更多的人才資金技術 進入這個行業 而您剛剛已經談了 您看都已經有人說 希望小米也能夠出產這些產品 甚至它的周邊的延伸性的像公仔 還有甚至更多的有人 其實在我們看在國外 有人就拍成電影了 漫威各種都 什麼東西都有 它帶來的產業跟就業機會 跟這整個產業鏈的一額額 是非常的巨大的 當然這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支 我們也一般估計 那麼之後會有越來越多人湧進來 這個領域大陸已經在探討 而且也成功了 然後很有可能就會慢慢的 就擴大起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會有人眼紅 會有人嫉妒 那麼會有人刺蝟 像我們台灣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 有很多的年輕朋友 他們很喜歡都在玩 但是有政治傾向的 綠營的 他們就吃味了 就不舒服了 然後就認為 這個是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問題了 要打壓 要去除 所以我們看到 他在台灣就要上市 要在市面上買就不容易 你要透過很多途徑 才能夠買到這個產品 線上可以下載 但是你要經過別的途徑 去線上可以去下載 我們宅宣也成功的 經過很多途徑去下載 而不是由我們這邊的 正式的一個管道 這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 他們找了各種理由 就是要阻止這個產品 在台灣發展起來 但是阻止不了的 因為它只會越來越大 那麼剛開始有人在說 你不可能突破50萬套 然後結果100萬套 然後接著1000萬套 現在已經早就破1000萬了 然後原來說你的線上人數 已經一出來 第一天就擠入全世界第二名 有史以來第二名 這當然就引起了 大家的高度關注 也引起了不只是中國大陸 也不只是台灣 其實也引起了日本 韓國 美國 還有歐洲很多國家 主流媒體的探討說 這款遊戲為什麼這麼的成功 成功的因素在哪裡 但他多想分析 多想瞭解 可是我覺得韓國的心態 其實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他們開始在進行反思 就是說為什麼大陸做得到 而我們以前韓國 在亞洲這個部分 最早是日本做得最好 後來日本被韓國人趕上 然後韓國人一直維持 怎麼韓國人現在沒落了 中午大陸起來了 然後韓國人就在想 那我怎麼能夠再起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件好事 你有反思 你有檢討 你就會想辦法去改良 然後就會有競善 那麼會有競爭 這個良性競爭 你會激起大陸更加努力 你也會激起韓國更加拼命 而且這個對我們來講都是好事 最不好的地方是在哪裡 自己一個產品都沒有 然後就是說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當邵康兄說 你就是沒做出來 你就是做不到 然後他們就很生氣 就在那邊在網路上那些綠媒的 就攻擊邵康兄 我覺得這個就不對了 你做出來你再攻擊 你做不出來之前你就閉嘴 你只好買入口干努力做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好 我們請教育方委員 怎麼看這個黑神話 我如果不要去小看他 他在這麼短的時間 在全世界可以賣座賣得這麼好 而且引起這麼大的討論 就表示他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一個東西要拍到這樣子 這個不是只有純粹像什麼科技 這提到科技 比如說人家視覺的效果要非常好 這裡面一定有文化跟藝術的成分在裡頭 你如果只是很粗糙的說 把它弄得很亮麗 可是沒有內涵的話 你沒有辦法吸引這麼多的人 這個就值得我們去 有所去注意的 當然你說 其中他後面好像有一個老闆 是騰訊 投資者之一 所以他們大概就有很多足夠的資金 去找到很多的專家 一起來做這個創作 其實最早所謂的電子 這種遊戲這種東西 台灣比大陸進步多了 他們很多電子遊戲機這些的開發 是台商到大陸去開發 因為他們在台灣走不下去 因為在台灣其實比大陸發展的 要快非常的多 而且發展得很好 他們每一年也都在世貿 有租下那個攤位 在做這個展覽 但是就越做就越小 所以他們後來這些人就到大陸去做 而且大陸他們是出錢給你 譬如說你們這些人 包括你們台商 你們如果要到馬來西亞去辦 他們在馬來西亞就有辦過 要辦這樣一個展示會 電子遊戲機的展示會 他們補助 你是台商你也拿到補助款 出去這樣子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 在政府的政策的鼓勵之下 他們就發展得非常的蓬勃 當然這有一點矛盾的 就是說大陸自己對他們的孩童 去玩電子遊戲 是非常的不接受的 因為家長反對很厲害 學校也有意見 所以政府就會採取手段 所以對這個學生們 要求他們不要這樣子 隨便去玩這個電子遊戲 可是在商業的部分 你們去做 所以他們看起來矛盾的政策 也讓他們做出了這樣一個效果 所以現在他們的電子遊戲機 這些外銷什麼也都做得不錯 是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好像現在非常有意思 在中國大陸很多人都會曬出 在社交媒體上面說 你看我有這個 我有那個 有的是有豪華版的 像是雷軍就說 我有豪華版的遊戲激活 好像變得很厲害一樣 是 說到這個我有大陸網友 也很熱心來問我說 江老師你有沒有玩這個 要不要我介紹你怎麼玩 真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我沒有玩這個 我玩的電玩好像還是 很老以前什麼小蜜蜂 小蜜蜂 對 所以是差了好幾個世代 不過我看到這邊新聞說 BBC講說這個西方又認為 他可能有監視 輸送什麼 使用者資料 我說這又來了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美國農業州 很流行買這個大陸的一種 運貨的車子叫老頭樂 蹦蹦樂 這個美國政府也不高興了 也說開始要禁止 還要給他加關稅 也說這個有風險 有什麼間諜風險 不過我倒覺得這個韓國 這回他的反思態度 好像是比較正常 也比較理智 他沒有妒忌也沒有說 孫悟空是韓國人 以前不是 有 他沒有說 有說 對 他說是韓國的 山西 彭子也是韓國人 說餃子也是韓國的 等等 但是他的這個反思 其實值得我們思考 很多人都說 韓國為什麼會 藝文界發展的這麼好 是因為他有文策院 大家曉不曉得 我們台灣也有文策院 已經換了好幾任董事長 但是看來也沒有說 做了什麼文策出來 那提到說對大陸的這種 孫悟空文化的妒忌 今天的內政部長劉世芳 他當年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名言 那個時候 僑委會說要辦的活動 要有預算 因為年度預算 說要請我們這邊的藝文團體 去美博 去僑界 來表演扯鈴 就是一種民俗活動 結果劉世芳委員就說 扯鈴是中國文化 這是幫中國統戰 怎麼可以台灣的僑委會 做這種事 他是認真的嗎 對 他立法院質詢 大家去搜索這個新聞 這不是我隨便亂講 他的這種話也很多 陸軍官校怒嘲澎敗 黨旗飛舞 這還得了 怎麼可以黨旗飛舞 這個黨旗當然不會是 民進黨黨旗 一定是國民黨黨旗 所以要改掉 我倒覺得大扯不必這樣 我們真的應該想一想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藝文界 沒有辦法像韓國一樣 韓國有這個Blackpint 對 我有朋友嘲笑我說 姜寶珍你怎麼還喜歡 這個Blackpint 少女生 對 我說你不是很喜歡蔡琴嗎 我ир仔 ont敲 不過 你超級正確的 我可以講 我們來講